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新思科技Synopsis近日宣布,携手ARM扩大合作, 为ARM EOVERS V2平台和ARM EOVERS运算子系统、CSS等全新ARM技术提供优化的IP和EDA解决方案。 新思科技已加入ARM全面设计ARM Total Design生态系统, 并将充分利用其Synopsis、AI全战式、AI驱动型EDA全面解决方案、 新思科技接口IP、安全IP、晶片生命周期管理IP、 以及新思科技全球领先的技术和专业知识, 助力共同客户加快基于ARM CSS解决方案的开发。 基于双方30多年的紧密合作关系, 新思科技与ARM进一步扩大了合作范围, 以帮助共同客户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小的风险和更快的上市时间快速开发专用晶片。 ARM高级副总裁兼基础设施事业部总经理Mohammet Awad表示, 通过ARM全面设计生态系统, 他们的目标是在ARM EOVERS CSS系统上实现快速创新, 并把关键的生态系统专业技术应用于SOC开发的每个阶段。 他们与新思科技在提供预计程和验证的IP级EDA工具方面的深度技术合作, 将帮助他们的共同客户更好地利用专业运算来应对业界最复杂的运算挑战。 新思科技EDA事业部总经理Shankar Krishnamochi表示, Synopsis AI全战是AI驱动型EDA全面解决方案, 领先的IP解决方案, 虚拟原型设计和硬体辅助验证都适用于ARM架构的系统, 同时他们也加入了ARM全面设计生态系统, 这些都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与ARM的合作, 从而能够帮助共同客户应对严峻的设计挑战。 他们与ARM开展了广泛的协同优化工作, 不断推动先进节点, 多罗晶系统设计新时代的效能和能效发展。 西门子数位化工业软体公司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11月中旬宣布, 已于11月初完成对EDA软体公司Insight EDA的收购。 电路可靠性是IC设计的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西门子的Caliber Perk软体是制造可靠性签和软体的市场领导者。 而Insight EDA的技术可识别并帮助解决潜在的电路可靠性故障, 从而帮助设计工程师实现晶片设计成功。 Insight EDA技术添加到西门子Caliber Perk产品组合中, 预计将为晶片设计人员提供端到端的电路可靠性解决方案。 西门子表示, 收购Insight EDA加速了他们的电路可靠性验证路线图, 并凸显了西门子对提供世界一流EDA解决方案的持续承诺。 Insight EDA添加到西门子Caliber Perk产品线中, 进一步使设计工程师能够创建特定于设计的可靠性检查和分析。 Insight EDA公司执行长Jesse Newcomb表示, 加入西门子是Insight EDA团队和技术新篇章的开始。 现在作为西门子EDA的一部分, 他们期待将他们的解决方案移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 据悉,Insight EDA成立于2008年, 为全球客户群提供类比混合讯号和晶体管集定制数位设计流程。 另外更重磅的一件事, 则是比利市威电子研究中心IMEC宣布推出 免费使用版虚拟晶圆厂模拟平台IMEC Net Zero, 该工具提供了一种量化晶片制造业环境影响的视角, 提供学界、政策制定者及设计人员具有价值的洞见。 通过此次发布的免费版网易应用, IMEC旨在跨出半导体供应链, 协助产业降低其所带来的环境影响。 IMEC表示,半导体制造是一套复杂的流程, 伴随多种环境影响, 从消耗大量能源使用稀有材料到排放温室气体。 业界考察到这块市场的成长, 以及巴黎协定为气候变迁定定的目标正在努力优化制成步骤。 然而,测定并减缓具备较大环境影响的制程或技术需要大量的数据。 这正是IMEC可持续半导体技术与系统SSTS研究计划正在处理的问题。 该计划是一项关乎整个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合作框架。 除了从电子产品的终端使用者、晶圆厂、代工晶圆厂到材料及设备制造商, 也携手学界及政府单位。 为了正确量化晶片制造所带来的环境影响, IMEC开发了一款取名IMEC Net Zero模拟平台的虚拟晶圆厂。 该网页应用运用从自家晶圆厂取得的数据, 藉由这些数据,与从设备、材料及晶圆厂合作伙伴那边取得的数据不断地进行基准测试, 包含像是亚东工业气体、应用材料、ASM、ASML、AdWords、日本、Kuritae、Name Research、 日本Screen、东京电子、Global Foundries、三星电子和台积电。 这款虚拟晶圆厂采用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的研究方法, 搜集并分析晶片制成在每个步骤所用的能源、材料、化学品、气体及其他资源。 合作伙伴可以取得IMEC Net Zero模拟平台的专用版软体应用, 它能详细地量化分析当前及未来晶片技术所带来的隐含排放和其他环境影响, 导出实际行动。 IMEC计划趁现在触及更多的使用者。 公开版IMEC Net Zero模拟平台提供与专用版相同的晶圆厂模型和制成数据库。 虽然这款网页应用的功能有限,例如仅适用于线形技术级、温湿气体盘查异定书、GHG Protocol的范畴、 E Scope 1和范畴2 Scope 2,但它能提供独到的数据见解,否则大众无从获得这些信息。 举例来说,该应用可以根据不同的制造地点,可视化呈现, 多项28纳米以下逻辑及内存技术的气候变迁、二氧化碳排放、用电量或总用水量。 IMEC研究计划组长Rolin解释,他们开发的工具超越了目前现有的研究, 提供价值给那些探索产业影响力数据、Industry Impact Data的产品设计员、环境研究员和政策制定者。 他们的目标是,跨出半导体供应链和他们的永续半导体技术与系统SSTS研究计划, 提供有关晶片制造业环境影响的高品质透明数据。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